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做操的时候 听到你们班同学在讨论 他们想要推荐你当主持人 怎么了 当主持人你不开心吗 我没兴趣 木头一根 青春啊 不只是学习 还要留下一点别的回忆 你报名了 对啊 我和叶子 施车还有果果 我们四个人一起组了一个队 我们要表演机器人舞 快期末了 别耽误学习 免得方怡到时候又说你 知道了 我这不是还有你吗 主持人你再考虑考虑 为什么 这样我们放学以后 就还是可以一起排练一起回家了呀 我等你也一样啊 我又错了 你没对过 这次文科班的主持人选出来了 我知道 是苏大飞 咱们小花嘛 江河月啊 你要是被选上了 也算般配了 你那么羡慕 当初你怎么不去当主持人啊 对啊 对啊 俱伟 你去当主持人 我啊 主持人还得排练 耽误时间 没那么大兴趣 怎么能够没兴趣呢 你不想在人机上赢我一次吗 是啊 这一次你去争取 然后光明正大地赢我哥 可是这个投票 你不用想了 交给我 你没对我很热情啊 那 不过你别多想 我对她没兴趣 我喜欢的是美女 你说我没丑 不不不 没没没 那你对她有兴趣 做题吧你 去尾 干什么呢 陆苗 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件事 确实跟去尾没有关系 那你为什么要帮她做假票呢 我 这事不能全怪她 是我确实想当主持人 不就是挑个主持人吗 没必要搞什么投票 搞得人心都乱了 是是是 除了区位 还有什么其他的候选人 还有就是江浩月 我看你们班就选那个江浩月 同学们的这个意见啊 也得尊重了 别说话了 去吧 走吧 多亏了你的助攻 下周苏代妃就可以跟你哥 成双成对地出现在排练室 他们将一起撰写主持人台本 在一次又一次思维的碰撞中 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甚至 别说 别说 我错了还不行吗 别说 别说 我错了还不行吗